利用有機栽培方式種植農作物 台東縣已經成為栽培有機農作全國第一大縣 為了鼓勵更多農民投入 台東農開場12號邀請農民觀摩園區有機栽培示範果園 進行果園有機栽培的第一步 我們大概就是要先做這個環境營造 然後讓它回歸一個比較生態平衡的環境 那自然我們整個生態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減少我們的用藥 我們的肥料這些都可以減少 農民發現有機栽培除了可節省 購買化學肥料成本 果實產其根品質也不錯 有族人去年種植檸檬 認為老人家傳統種植方式 雖然也是有機栽培 不過聽完講師說明後 果園植物生態多元 可以讓果樹長得更健康 你們都不趕快給它除掉 就是會想到自己的媽媽所講的人要勤勞 但是回想到說我們要回歸我們的土質 要給它改變好 我們還是 目前我們還是很忍耐的 看著那個草長很高 也是很不習慣 有機五毒農法不同地方 在於五毒農產檢驗時 沒有發現化學殘留 而有機農業追求的是讓土地休養生息 恢復天然農法 長期下來可以修復土壤 降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記者 下面立大盛 台東北南採訪報導